方法2跟方法1 最大的不一樣 方法1是 用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除以2之後的餘數 等於1的話 那表示是奇數 那另外一種方法 你們會發現 方法2的話 一樣是sum A 一樣sum B 但是你會發現是跑兩個回圈 為什麼兩個回圈呢? 因為你會發現 最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d0.2 那這個d0.2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是一個step 它的 階層的意思 就是說 它 假如呢 意思就是說 我們原來的那個4回圈呢 原來的撰寫 其實它本身這個d0點 本身是 已經預設的是等於1 也就是說 它每間隔1個 所以它就是1、2、3、4 那如果未來呢 假如說你把它改成step2的話 那這個地方 它的意思 實際上這個就不用邏輯 如果我寫成這樣好了 那你會發現它的邏輯這樣 就是1再來的話就是跳一個 那就是3、5、7、9 一直到哪裡呢?到99 輸出 所以基本上就是 1、3、5、7、9、1 所以這個地方就輸出什麼? 輸出這個奇數部分 那偶數部分怎麼辦? 偶數部分 我們就可以把這兩行複製一下 Ctrl-C Ctrl-V Ctrl-V 然後把它改什麼? 把初始值的第一個數字 改成什麼?改成2不就好了 2 然後下一個 跳兩個 所以2、4、6、8、10 有沒有? 一直跳到98 再100 100不會啦 所以是到98 所以2到98 然後這邊的話就把它改成sum sum b2 有沒有? 這樣的話 也是 可以把最後結果給做出來 結果 也會是 一模一樣 OK 至於哪一個比較簡單? 反正習慣哪一個就哪一個 OK 所以說有的時候 最好是你寫出來的 你比較順的那個方法 至於每個人 怎麼樣比較順 每個人好像都不一樣 有沒有? 我寫我覺得這個 我比較習慣寫這個 但是另外的人他覺得 我寫剛剛那個方法 我比較順手 那你用那個方法是最好的方法 你千萬不要 意思是要 改變自己的那個 習慣 然後一一改 改到最後自己反而不習慣 所以以前不是有 有那左撇子 然後 家長會覺得 左撇子不對 你應該糾正過來 你應該要用右撇子 反而害他那個學習 反而更障礙 真的有人那個 變後來用右 但他又用左 所以一下左一下右 OK 所以這個 我覺得 像學程式一樣 盡量你可以想一個 你自己習慣的寫法 是最OK的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呢 就要再來 更上一層樓 難度又會更提升 如果在講那個 後面的法例九十神法表之前 順便講一個 蠻重要的兩個語法 以後的話也會遇到 break 那什麼叫break break break 如果你程式裡面 假如看到break的話 他就會強制跳離 什麼呢 直接強制跳離那個回圈的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這邊 假如 有沒有 1-1000 1000的話 他應該會跑到 999 99 對不對 可是呢我裡面如果增加一個邏輯 如果I大於99 的話 那就break 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讓他跑到100 100的時候 有沒有 那有沒有大於99 有嘛 如果微處的時候break break他就離開了 意思是說他就不會再往下跑 OK 所以這個輸出的結果 也會是只有加到99 停掉了 OK 只是說當然啊 一般人不會這樣寫 對 只是 當然呢 程式裡面呢 如果你要強制讓回圈跳離的話 那記得用加一個break 就OK 那再來的話還有continue continue的話 什麼意思啊 continue的話就是 如果講白話意思啊 就是跳過的意思 什麼叫跳過 就是說呢 這邊有個if I除以2之後的余數為0的話 那就continue continue就跳過 所以這個加總的結果啊 詞彙是什麼 基礎的 OK OK 也就是說偶數跳過 那意思是說只有激素 才會被執行的一家的動作 不過 剛剛你會想說 老師這continue這個感覺好像 蠻那個繞一圈的 所以 坦白講 很少用 但是有這個東西 那我自己幾乎沒用過 可是有這個東西 所以還是要講 但也許有的人習慣就是這樣寫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啊 因為你習慣跳過的話 有沒有 什麼情況跳過 對 也可以試試看 只是說我真的很少用continue 當然有這個功能 OK 你可以 至少知道 不然以後如果剛好遇到這種 可以continue的 那你不會用 那反而也是一個問題 OK 好 那 最後的話呢 我們 後面的話 就要來寫一個九十頭碼表 你剛剛看到 不過 像這樣九十頭碼表 它的規則是這樣 一 乘的話我們用X來代替 哪個數字 等於相乘的結果嗎 那前面的話應該是被乘數 後面是乘數 被乘數乘上乘數的結果 然後中間再加一個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TAB 好了 TAB的話 在脫一字元有印象嗎 脫一字元裡面有個反斜線T 那就是TAB 那 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個是前面的被乘數 1 跑9次 換行之後 再把它加1 變2 再跑9次 所以你會發現 前面這個數字 是跑9次之後 再加1 那後面這個數字是什麼 每一次都是1到9 1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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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的 所以喔 也就是說 這個九十頭碼如果你要跑出來的話 你需要兩個回圈 一個回圈的話是for i 一個回圈可能是for j 兩個回圈就可以把 九十頭乘法表給輸出了 OK 不過難度比較高 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最後的程式的話 寫出來真的也不困難 其實答案就在這裡 只有四行程式而已 如果你想 講四也沒關係 你就是自己 把底下程式Ctrl C 然後開個新的模組 把它貼上 print一下 把它拉開 拉過來一點點 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九十頭乘法表就出來了 OK 知情一下 程式真的很短 只有四行 而且其實這一行 就一個print 可是要怎麼寫喔 那請各位呢 試試看喔 把那個剛剛的部分先了解一下 然後試著想想看 不過這邊可能會需要兩個 兩個回圈喔 所以我們也許可以分開寫 先for i 再for j 然後把它結合在一起 九十頭乘法表 就可以產生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這個什麼時候會用到 其實像那個 Excel本身有藍有列 那可能藍列 那就需要兩個回圈了 所以其實喔 那個 等於是二維的這個正列 或者二維的矩正 那通常呢 都會需要兩個回圈 所以 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範例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概念的話 以後你要處理Excel 類似的資料 或者要處理資料庫的資料的話 那你會 有問題啦 OK喔 所以也許請各位先思考一下 剛剛講的部分 回圈的部分喔 然後呢 再思考看看 有沒有辦法那個九十頭乘法表 把它做輸出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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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